大家好,我是小光,注意看,一家店里,一位女店员大美,正在向一位女顾客介绍精美的玉壶 大美说道,姐,你看这块料,纯手工制作,这是中国四大名玉中的秀颜玉,用它喝水身体特别好 这是一位女子小菊走了过来,笑着说道,美姐,这是你让我帮你取的货 大美看到小菊脸上的笑瞬间消失,说道,你没看到我这位顾客啊,放大吧 说文又对着女顾客笑着说道,姐啊,你看看 小菊无奈笑了笑,什么也没说走了 会带自己的工位,旁边的一位女子小花说道,这大美也太欺负人了,一天让你干着干哪着 小菊在旁边坐下,趴在桌子上看起了有点委屈,笑了笑说道,哎呀,没事 过了一会,大美拿着一打资料过来说道,哎,小菊,看一下,这个客户只交了定金,尾款还没付呢,跟进一下啊 小菊看了看资料说道,这不是你的顾客吗,为什么要让我跟进啊 大美说道,让你跟你就跟,哪来这些废话,说完就走了 小花说道,这大美站在上面用,把最难搞的客户都给你了 小菊说道,既然给我了,我就好好做 画面一转,小菊正在打电话,小花说道,南南,我先走了,拜拜 小菊说道,哎,拜拜 又对着电话说道,好的,张总,明天十点见 挂掉电话放松的笑了笑,离开了 大美看着小菊的背影,脸上一副嫌隙傲慢的表情 第二天,小菊来到约定的地点等待着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你好,我是红星集团,和你们张总哥的十点 你们公司不是来过年的吗 有人来过了,贴啊,就在里面 你好,我是张长,你看咱这围困 你是,不好意思张总,她,她是来找我的 不好意思张总,我去处理一下 你来干什么,是你让我跟进这个围困的 现在马上就要成功了,说拿走就拿走 谁要你干了,我只是暂时放一放 你,你什么你,你个新人,有什么资格 跟进这种大客户 就凭这个客户,一直是我在跟进 张总,其实一直跟你联系的人,是我,她 不好意思张长,要您啊,见笑了 她呀,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 按公司规定啊 她是不可以接这个项目的 凭什么,明明这件事情一直是我跟您联系的 就凭你是个实习生 那你是 我帮介绍了张总,我是咱们红型玉器集团 副长,我就大美 你们公司的事我不想管 但是合同的事 张总,这个合同您跟我谈 这个事情一直是我在跟进的 跟我谈,您会节约很多时间的 你们不是一起的吗 啊,我们啊,是一起的 但是您跟我谈 很多项目啊,会一步到位的 我 既然你是副总 那你和我谈 好的,张总 我查过了 顾客登记的资料显示的是大美 谁的客户就是谁的客户 公司内部 不约性经常 这不公平 最早和张总沟通的人明明是我 签合同的还是我 聊天微信记录,我这里全都有 凭什么他一句话,说给拿走就拿走了 谁说最早沟通的是你啊 张总他明明是我的朋友 朋友 人家张总认识你是谁啊 这一点我相信大美 这些年他为公司介绍了很多客户 那他冒充副总 这一点你刚来,你不懂 以前我们出去谈客户的时候 总是把自己说成经理,副总 这样会给公司带来更大的利益 很正常 因为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至于80万的业绩 去说大美的 至于徐南嘛 违反公司规定 发宽五线 这些人呢 这该懂规矩 不然 吃亏的可是你自己 你们两个就是一路的 欺负我这个新来的实习生 我不干了 徐南 你什么意思 站住 你找可以把你和张总的聊天记录给我留下来 凭什么 这属于公司机密 你必须留下 我要是不呢 不改 那你就休想出这个门 威胁我是吧 对啊 喂张总 你们那个负责人怎么回事 给我的合同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 怎么办的事 不能吧 张总 你听我解释 我不管啊 你们今天必须发份信的给我 过气不厚 喂 张总 喂 喂 大梅 你怎么办事了 金正 我 我来替你说吧 这个合同 是我亲自谈下来的 所有的细节 只有我知道 大梅 是这样的吗 以后这个项目 徐南负责 金正 好啊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哈 必须滚 那就是没的谈吧 哎 别 我答应你 这个事一生 还是嫩了点 这段时间 你先休息一下 等他把这个项目谈成 我就让他滚大 辛苦你了 跟我玩套路 你还嫩了 喂 喂 啊 徐正 什么 你要开除我吗 你好 张总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 我是 徐世红星集团的 徐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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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